今日话题由奔赴暂志播出 请上pai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个Kellyn Conway她在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 署名的文章 今天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 和今年的大选也有点关系 因为她曾经2016年她曾经担任川普的竞选经理 所以你可以想象担任一个人的竞选经理大选的时候 这个职务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帮助川普赢得了白宫 进入到白宫 赢得了宝座 之后她在2017年到2020年之间 是川普的高级政治顾问 那么当然后来离开了 从川普的核心圈子里面离开了 她先生也跟川普闹了点矛盾 不是闹了一点矛盾 但是死敌 对 就是在公开了 这些东西都是 美国正常罕见的这样的夫妻 一个是帮着川普竞选 一个是把川普是恨不得就是打死 然后再踏上一只脚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她离开了 那么她跟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跟川普的这个竞选团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好了 那她就从她的角度 因为她对整个的政治运作 对这个总统候选 以及如何挑选副总统这件事情呢 是了入执掌 因为2016年她这个副总统 那个Mike Pence 是她推荐给川普的 她看了就是很多人申请这个职务 都想作为竞选搭档 那么选谁最好 为什么这样的考虑等等呢 她是非常了解这整个一套程序的 应该选什么人 大概对川普的注意最大 所以呢 她就写了这篇文章 于是我们呢 今天就来看一下 她这篇文章就是说 川普应该选什么样的第二号人物 这个人呢 她的先生叫George Conway 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 真的是创造了奇迹 我真的不知道在晚上 咱们家怎么生活在一起吃饭 当然后来她也对媒体表示说 两个人在家里尽量不谈 这谈了以后不是吵架 而是你撕我头发我窜你肚子 你知道 这开玩笑就是 这是死敌啊 这对夫妻 那么当时 Kellian Conway离开川普的竞选团队 也是给了原因是不行 我这个家庭我得维持 我有女儿 她女儿也是反对她妈妈的 女儿是一个坚决反对川普的这么一个人 在社交平台上也是跟她妈妈作对 所以她为了家庭的和谐她就退出了这个圈子 但是说实话遗憾的是呢 二人最后终于离婚了 这个是康卫的这么一个背景 她呢在这个文章中开篇不公的就是说 就是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好心办坏事的人 就是我常常是怀着好心的去做媒给人家 可是每次都做不成 但是她说有一次我做成了 但是你得承认 做成是做成了 结果是灾难性的 就应了她的这个人 就是我这个人不能做媒 她当时为什么把印第安纳州的这一位 叫做Mike Pence的人推荐给川普呢 她给了这么一个理由 她说啊 你看一下这个人啊 这个人会给你带来什么东西 你川普是个局万人 房地产商 你很能得不到这个认同 你看他在自己的州 首先呢减税 然后削减政府干预的那些条条款款 都给他砍了 促进他印第安纳州的经济 当时奥巴马推荐 或者推行他的那个健保方案的时候 他在印第安纳州开始了自己的一套 叫做Healthy Indiana Plan 也很成功 这也是跟奥巴马作对的 后来他作为国会的众议员 长达12年 他一直不融入主流的那些政客 一直是读书一支 大家也都知道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这方面 他大力的来用自己的信仰 指导自己的工作 所以呢 他对川普吸引那个除阴派的基督徒 和美国的叫做中西部啊 那些人和美国的东边的那个叫做Rust Belt 就是叫铁锈区啊 对铁锈地带的 那些人呢 他们可能比较认同 Mike Pence这些 你川普一个纽约的亿万富翁 一个做房地产的 那些人不一定能认同你 你知道吗 他这个挑的还真挑对了 你说这个Pence对川普有没有帮助 那现在你只能事后说他当了 对不对 你只能他是不是有帮助 那肯定有 肯定没给他减分吧 对不对 在竞选的时候没减分 在执政的时候也还是可以的 做这个副总统 只不过就是在最后 1月6号的时候 他终于和川普闹翻了 那也闹翻不得了 那是临门一脚啊 没错 那个时候所谓的闹翻就是 川普跟他说别认证啊 你是副总统 这不是这个参议院的 等于是参议院的那个领袖了吗 不是领袖 这是参议院的议长了吗 你不要去主持了 那个1月6号的会议推迟也行啊 别去认证那个选举人票了 那他说不行 这个是叫做宪法的责任 必须要去做 所以就这个问题上 他们两人等于是闹翻了 那现在就等于是 恨不得是政敌了 他还曾经竞选今年的总统 但是后来退出了 好了 这个是他就说到2016年 他好心呢 办了一个 他认为说是正确的事 原因是 从最早的结果来看是正确的 但是最后 算是灾难性的 因为两人闹掰了嘛 这是一个事情 那第二呢 就是说他认为川普现在选这个 他的副总统人选的时候呢 他认为说 有很多人都会提议选这个 选一个体制内的人 还是体制外的人 选一个男的还是女的 选一个少数族裔的 还是选一个白人 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他认为 选一个副总统的人选 不是选谁 而是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你要他 他说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就必须要知道 选他对你的第一 对你的选情有什么帮助 第二 以后在你上任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在上任的第一天 就可以马上 接口这个功 所以呢 他是从这方面提出一些建议的 关键这样啊 就是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呢 他要做的 我是同意他这个观点 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什么呢 就是凡是你能得到的 或者这个话这么一个措辞 凡是这个人 副总统能得到的 你都能得到 那就不要 这个人 比如说啊 这个人能拉到美国的受的教育比较低的白人的票 那我要你干什么呀 我本来也这票都是在我手里的 所以要排除这个 第二 有人说了 那么女的吧 你看人家有贺锦丽 对不对 这个社会也都进步了 女性的地位提高了 他说不行 这就叫做什么 这叫做 who 而不是why 对不对 就因为是女的我就要选 那我现在要问你 为什么呀 对不对 你给我回答出来为什么 他能给你加多少分 他能给我拉到女性的选项 是吗 那咱们来 坐下来 对分析分析 你川普拉不到女性的选票吗 或者说你说的这个女的 他拉到了你拉不到的那些女人吗 那么于是呢 他列了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上有那么五六个人 一会儿咱们就看看 这个名单上这五六个人 你觉得谁比较适合 当川普的副总统 欢迎去收听由 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 Kellen Conway 她所写的一篇文章 她的文章的题目挺有意思 叫川普应该选谁 作为她的副手 竞选副手 竞选搭档 那么因为她是有艰难的人 2016年她是这个操盘手 是川普第一次竞选总统 冲击总统宝座 而且成功的这个竞选经理 所以她对整个的这个政策的操作 如何挑选副总统这方面 她是有经验的 况且这个川普的第一任的竞选搭档 和副总统Mike Pence 就是她从若干的人选当中 挑出来推荐给这个推荐给川普的 所以呢她在目前呢 听到了很多各方面的建议 很多人毛髓自荐 认为说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很多人都已经恨不得 纷纷的给川普 已经发去这个 这叫什么 求战书或者说是挑我吧 已经毛髓自荐了 把自己的履历 把自己的这个强处已经发过去了 但是怎么谁挑谁 她呢有一套见解 因为她认为说竞选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加法 也就是说两个人要在一起啊 她必须要把两个人的这个长处 要发挥到极致 这个她说跟生物学没有任何关系 所谓的生物学就是男和女 性别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叫做数学和科学 其实坦率讲这个跟婚姻也是一样 是吧 就是说两人在一起一定是加法 而不能在一起互相消耗 变成减法了嘛 对不对 所以她提出几个比较 就是就是中肯的意见吧 她说第一个这个人呢 要能应对现在的 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挑战 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的 国内外的挑战非常的多啊 在国内有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 边境安全的问题 赤字的问题 这个美债的问题 通货膨胀的问题 经济问题 在海外那也有什么 恶乌战争的问题 中东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挑战 非常的多 所以呢 她认为说你不是光是竞选 因为这个副总统 这个人选呢 他还要在竞选成功以后 他要帮着执政 这个是一个 就是而且 我不能带你当一个新人啊 进去到了政府以后 两眼一摸黑 什么都不知道 那也不行 需要很长时间半年的培训 没人培训 在目前的这种状况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他也非常了解川普 他认为说这个忠诚 特别重要 就是一个副总统 一定要忠诚他的总统 他说的第一个 Mike Pence犯错误 就是因为最后他不忠诚了 所以呢 叛变了 叛变了等于是 所以这是第二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呢 是你尽管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是一个有个人魅力的人 但是在电视机前面 在整个的国人的前面 公共场合 您要站好自己的位置 要知道自己在哪儿 别抢了川普的风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挺重要的 而且你说到电视机呢 这个非常遗憾啊 在选举的过程中 这个也是非常残酷的 说实话 你说你这人其貌不扬 是吧 这个大量的减分 我知道这个非常肤浅 但没办法 而另外一个一表堂堂 然后呢 讲出话来 这个滔滔不绝的 确实这个 我们叫做印象分嘛 这个加分加的很厉害 于是他提了这么几个人 咱们看一看啊 首先呢 他提到的川普的前国务卿 Mike Pompeo 这个著名的彭匹奥嘛 Mike Pompeo呢 曾经是琢磨过 要选总统来着 后来想想算了 看来他过去的老板要选 他就不跟他想这风头了 我看否则的话 他四年以后 他肯定选 所以这个人 他是一个高举着 反华反共大旗的 这么一个人 加上川普呢 他们可能会 对中国更加的 鹰派一点 这是一个人选 再一个人选呢 叫Tom Cotton 这个是阿肯瑟 这个州的联邦参议员 这个人也是一个川普的铁杆的支持者 这个人也是有一些在共和党之内有一些支持度的 当然第三个他提到的就是 Marco Rubio 佛罗里达的时候这个人 Marco Rubio呢 他是在参议院里面的情报委员会 还有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里面 都是任重职的 所以这个人呢 而且也跟当年跟川普一起 选过总统 2016年 他说这是可以提 但是 有一个问题我们共和党躲不过 而且一定要正视 这个就是堕胎 这个堕胎的问题呢 让民众非常的反感 所以我们要选出这样一个人 就是他又要反对堕胎 但是又要让人看到他是同情的 他是站在一个同情的立场上来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提到了Tim Scott 39岁的黑人 这是南卡州的参议员 他也刚刚退出嘛 他不是前段时间也选总统了吗 J.D. Wenz是俄海俄州的参议员 他也提出来 说这俩人啊 在堕胎的问题上有点小优势 至于说到这个Nikki Haley呢 他否了 对 他认为说有很多人提出来 说是Nikki Haley可以帮着川普 得到一些这个女性的选票 或者说是温和派共和党人的这个选票 但是这个康伟呢 他认为说他有他不同的看法 他说第一呢 川普不需要大多数这些人的选票 就可以当选 第二呢 他认为说女性啊 其实更认同的是和他们价值观相同的人 而不是一个他就会选一个 你有个女性的竞选搭档 我就把票投给你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他大概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认为说 这个是有利有弊 因为他说 拜登总统选了这个贺锦丽呢 实际上在政治上呢 算是一个包袱 宝贝 未经许 未经许 未经许